大家好,我是英大帆的年轮王 我今天要讲的故事是把萝卜 很久以前有一个保爷爷 他去店里面买了一个很大的种子 然后呢,用厂子挖了一个洞 然后呢,然后他再把它挽起来 然后他再浇数 然后呢,有两个图子送到这谁种的树这么大 然后呢,老爷爷就来回来 然后呢,他就看到一个很大的柔 然后他就浇,然后他就拔也拔不到 然后他就叫奶奶的,还是拔不到 然后他再叫孙子来,还是拔不到 然后叫小孩叫妈咪来,还是拔不到 然后呢,妈咪叫老鼠,这个狗 然后呢,然后还是拔到一步 然后是拔到一步 然后是拔到一步 然后结果就拔到一步 然后呢,然后呢,就拔到一步 然后呢,就拔到一步 然后呢,下去家里 带着我的故事讲完了 有这么多好的 好可疯 好可疯 好可疯